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中秋节前夕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中秋节相关产品进行抽验 123件中有7件不符合规定 其中有两件产品验出防腐剂与农药残留 中秋节即将到来 卫生局抽验应景食品 包含49件烘焙相关食品 像是月饼、馅饼、凤梨酥、蛋黄酥、烘焙馅料 71件烤肉用食材 包含肉品、海鲜、蔬菜、加工炼制品、豆干及米血糕等 以及三件烤肉调味酱 总计抽验123件 发现7件不符规定 那我们依照产品的一个不同 我们则定不同的一个检验的项目 包括我们的食品添加物 像是防腐剂、酌色剂、甜味剂、漂白剂 以及苏丹色素 还有动物用药、乙型、受体素、农药残留、环养蚁碗 还有动金属、铅跟葛 还有食品中的微生物 那检验结果是有一件玉头线 是检出防腐剂、脊胃、西酸 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 及现代季规格标准的规定 那有一件的四季豆 是检出残留农药英德克 不符合我们的农药残留容许量的一个标准 另外标示有五件不符合规定 其中豆沙、半蛋酥、玉火凤凰酥 以及金Q、玉头酥三件产品 它们的内容物没有按照含量的多化 由高到低分别去标示 也没有标示净重容量或数量 以及原产力 另外也没有标示食品过敏源的一个资讯 那有一件下豆坚果塔 没有标示原产力 以及它的有效日期 是单独粘贴在包装上 还有一件的会上瘾凤梨书 是未标示有效日期 那针对上述检验不合格的产品 那我们已经要求贩售地点立即下架 那违规产品都来自外县市 我们也依情所辖的卫生局 进行后续的一个办理 卫生局表示 品质不符规定的产品 已令贩售地点业者立即下架 且不得贩售 经追查违规产品来源 均属外县市 以依情所辖卫生局依全则办理 那标示不符合规定的部分 其中有一家是在我们台北市已经进行裁处 另外有一件是来自外县市 我们也依情所辖的卫生局依全则办理 那不符合我们食品添加 污使用范围限量纪规格标准的话 是会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第一项 可依同法的47条第一项处责任业者 其实还必3万到300万元的罚还 那农药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的话 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一项 以及第44条第一项 可处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的罚还 那标示不符合规定 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第22条第一项 可依同法第47条第一项 处责任业者先才第3万到300万元的罚还 卫生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 礼盒或生鲜肉品随产品等应结食品时 除了选择幸运良好的店家购买 应尽量选择包装完整及标示清楚的产品 避免购买颜色鲜艳 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太多的食品 并注意制造贩售场所环境是否清洁卫生 以及注意产品储存温度才能吃得安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而为了维护民众食用古物及干豆类产品的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113年6月就抽验了30件古豆类产品 验出有3件产品农药残留 不合格率为10%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30件古豆类产品 包含21件输入及9件国产古豆类产品 检验项目包括残留农药及零化氢等项目 检验结果3件绿豆不符规定 产地皆为印尼 3件产品包括一件印尼的一个精选毛绿豆红线 检出农药残留塞素胺跟硫化氢 那一件印尼的大毛绿毛绿豆是检出农药残留塞果培 那一件印尼的绿豆是检出残留农药塞素胺跟分普尼 以及分普尼的代谢物 那这些都不符合卫生福利部所定的 跟农药残留容许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上述不符规定的产品 台北市卫生局已经通知我们辖内的业者进行下架 那它的来源都来自外县 是我们也引请当地的卫生局依全责办理 那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这样标准 是违反造市民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 那可依同法第44条主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的罚款 同时产品也必须依照实安法第52条 必须要进行下架回收跟销毁 卫生局表示如违反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规定者 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将处分负责厂商6万至2亿元罚款 并依同法规定命业者下架违规产品并销毁 上述所提到检验检出赛苏安赛火培跟芬普尼 这三个农药都是农业部合法登记 准许使用的一个农药 那它可使用在特定的一些农产品 可以使用在特定的一个农作物 但是它的残留必须要符合 我们的农药残留容许量的一个标准 那零化氢是一种无色的有毒气体 那具有强烈的臭鱼味 主要是作为熏蒸式的农药 那可用在我们的一个农类的干燥 但是因为它具有剧毒性 如果一次摄入太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一个危险 所以业者一定要自主管理 那确认它的一个原料跟产品 都是符合我们新安定卫生管理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在食材加工调理之前呢 也都要确认食材的一个来源 那农药或者冬庸药 及相关的污染物的一个残留 都是符合我们的食安法的一个规定 卫生局提醒民众在食用或烹调骨豆类前 先以流动清水冲洗 再以水浸泡10到20分钟 接着用流动的自来水冲洗2到3遍 以减少及降低农药的残留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文山每年5月到10月 是绿祖笋的盛产期 文山区公所为了要协助新住民 融入地方生活 与集美区农会合作 举办新住民一日农夫 柴笋体验活动 那这样子好不好 用力 这样子有没有 挖起来有没有 来 掌声鼓励 穿梭在竹林里 听着讲师解说绿竹笋生态 这是台北市文山区公所 和景美区农会合作举办的 新住民一日农夫柴笋体验活动 大小朋友流着汗 透过寻找竹子 亲自进行农事体验 寻找文山区夏天的宝藏绿竹笋 留下难忘回忆 因为刚好区公所有举办 柴笋的活动 然后我们很少参加 这样子的体验 所以很开心来参加 挖笋好辛苦 农夫很辛苦 对对对 农夫真的很辛苦 一大早就要出门 刚刚老师有教我们 对 它可能柴笋的角度 还有就是要看那个笋 它出土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学到 挖竹笋的很多经验 可以增加夫妻感情 然后我先生 他第一次参加这样采水活动 所以谢谢曲公所 跟我们这样非常好的体验 从越南来的 我是住在文餐厅 今天很开心来参加那个挖竹笋的活动 这是我第一只挖 是 很开心 然后我们今天来采竹笋 觉得很新鲜 对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经验 那也觉得笋笋笋很辛苦 对 平常吃竹笋觉得 好吃的 不知道这个采竹的经历这么辛苦这样子 对 没参加过啊 田园的生活都不太懂 所以就来采竹笋 听说也蛮有用的 然后也知道平常我们吃的笋笋是怎么用 怎么挖出来 怎么采收 以后我们吃的时候会更开始 要看到裂缝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说药力气也蛮大的 角度也要对 然后发掘的时候 也蛮难的 所以我都是要靠 靠 就这样帮我们 然后怎么去做 怎么挖出来 牵我们吧 再来慢慢好好看 活动增进新住民朋友 深入了解绿竹笋的栽种与培育 感受农作采收的喜悦 再从农田到餐桌 享用绿竹笋风味餐 加深对土地文化情感的连结 很高兴 能够来办这个活动 那其实以我们农会来讲 办这个体验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七年 第七年办了这个 柴榫的体验活动 那我们在这个场地这七年来 那我们都是采取有机的方式 来那个栽培管理 那基本上在这个场地里面 那我们是不用化学核料 然后不适用核料 那一切都是自然农法 跟有机农法的方式在进行 那其实今天各位应该讲很幸运 因为之前我们农会在办体验活动的时候 那个拘工所这边罗克长 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他认为说 我们办这个活动 对他来讲他认为说很有意义 那所以说就跟我们商量 是不是另外可以提供一个提示 然后就让各位朋友来这边做一个体验的活动 要不然其实我们融会这个活动 我们在企业区 我们已经办理完毕了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总共办了12个体验 那这一厅纯粹就是另外再挪出时间来办这个活动 跟各位介绍一下栗竹笋的一个生态 那这个栗竹笋首先他一定要有最少要两代同堂 那时间他才会少 那有的是三代同堂 像这个来讲是三代同堂 那三代同堂是什么意思啊 像这个来讲是今年这个一年生的 这个两年生的 那这个三年生的 等于说这一支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这一支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阿公 阿公 这个阿公 这个阿公 这个爸爸妈妈 这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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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有没有 小子和媳妇 才有小子 听不懂台语 听不懂台语 就是这样 这个一年生的有没有 他才会长竹笋 两年生的跟三年生的几乎 几乎不会长 偶尔还是会长的 但长得不会很漂亮 这边的栽种方式有没有 我们纯粹是用友善的方式在工作 这个第一个 我们不用化学肥料 不用农药都没有 清一色就用有机肥料有没有 那这个草 你看 你看我们里面有几个草鸡你看 有没有 里面就有两个草鸡 那我们的肥料 你看都是清一色 都是有机 有机的肥料 那我从这边有没有 我们就从今天 就是这一床 我们来当吃饭 那等会儿我们就跟住 好不好 活动 除了带领新著名朋友 仍是在地文化与美食 也进一步促进文山观光休闲 产业发展 将持续办理这场极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问军台北不到 迎接秋季旅游旺季 有13家知名五星级饭店 及格上租车组成的金钻联盟 特别推出限定的秋季 尽情享乐优惠真案 原价3999元的联合贵宾券 现在购买两张只要7000元 限量2000张 金钻联盟秋季尽情享乐 由13家国内知名饭店 与格上租车组成的金钻联盟宣布 2024秋季尽情享乐专案正式启动 即使起到10月底 原价3999元 在13家饭店皆可使用的联合贵宾券 将以两张7000元的优惠价格回馈国人 金钻联盟秘书长 建湖山度假大饭店总经理 曾庆钻希望借此力挺国旅 也打破国人对国旅住宿一定贵的迷思 其实我们前台湾都有 就这样绕一千 每一个县市就一家 那我们这个联盟 本来我们的价钱是3999 那为了要降低大家对观感 所以我们这一次 希望我们这个联盟 这十几家饭店再加上格上出车 我们希望它把它降到3500 就是每一张件3500 这几家饭店都可以住 这个是我们的研议 就是说我们希望给国人消费者 不会认为说台湾为什么那么贵 那当然有特别的地方它比较贵 那它有很多种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详述 但是我们这个精算联盟 除了我们的品质很好 价格也很优惠 所以人家说价格跟价值 其实我们都是最好的 价格跟价值都是最好的 出席的交往部官务署 旅宿组组组长曹一书 非常肯定精算联盟回馈消费者的做法 曹一书强调国旅应该提供的是VP值 官务署也会持续协助饭店业者提升服务品质 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旅游体验 我们要追求所谓的VP值 就是说我们价格跟我们提供这个服务 是能够符合客人的期望 这样就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水准值分 所以我们在官方署也透过不同的训练 甚至我们有提供这个业者一些 是提升的这些补助能够帮助业者 大家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能够同时让我们的客人 去住到饭店能够物有所值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整个旅宿业的 整个产业能够在更正面的一个发展 金传联盟还邀请知名主播张英宇 担任年度代言人 父亲是联盟创始会员的张英宇表示 联合贵宾券原本就很受欢迎 现在一口气降价499元 而且限量2000张 呼吁国人把握机会先抢先赢 因为我们23年几乎是没有打折 那今年呢 为了要配合交通部观光署的这种活动 所以我们首度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打折 每一张就再减500块 虽然说有限量真的 所以告诉大家真的限量要抢 就是限量 但是呢真的抢到的话呢 你不但呢是可以就是 有很好品质的保证的住宿跟 旅游的体验 你甚至还可以省你的荷包 对于过滤市场面临严峻挑战 在北中南都有据点的 长龙桂冠酒店方面也有所因应 今年住房率都维持在八成左右的 基隆长龙桂冠酒店就分享他们的做法 基隆这个城市我觉得值得推广的是 它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 它有很多的人文文化小吃 所以我们今年度大概做一个 比较不同以往的东西是 我不做价格占的一个活动促销 我大概是希望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更多元的一个旅游商品 所以我们结合了很多基隆在地的品牌 比如说和平岛 比如说海科馆 甚至现在我们现在最红的各个要搭邮轮的旅客 他必须要经过的迭克花园 还有现在最夯的基隆塔 那这些客人这些东西都需要透过饭店 一一去介绍给国内很多的旅客 那我们还是希望客人可以留在台湾 花一点时间了解台湾的美 每一个城市绝对有它值得推广的地方 经赚联盟民俗长曾庆赚也预测 在一窝蜂的出国潮后 明年国旅市场渴望回归正常 疫情关系去年大家来不及出国 老实讲真的是这样 那今年大家准备好了 而且国外又很便宜 像日币又贬值 那东南亚又很便宜 所以大家就急着出国 那也很正常 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影响到我们国内今年 国内的国民旅游的成长 都大部分都是下降 那我觉得明年开始不会这样子 因为今年 而且大陆团又没来 大陆团本来在以前的 来了五百万的人 现在又没来 所以它整个影响到整个的 台湾的国民旅游 其实明年就比较不会了 我认为它会越来越好 尖传联盟方面表示 这一项专案限量2000张 射完为止 消费者可在各家饭店 隔上租车或联盟官网购买 就连一券在手畅游全台湾 轻松享受台湾各地 丰富多元又迷人的美丽风光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导 今年的台北国际美食节 特别推出汉堡嘉年华市集 台北美食月与台北餐厅 今周三大系列活动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在现场了解 五酒精业者如何推广自家产品 这里是年度餐饮盛会 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从线下百货及街边店 与线上外送等各个案例 多面向的对谈探索 在餐饮面进行创新 持续往最强之路迈进 也为台北市今年首度推出的 台北餐厅周揭开序幕 今天这个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但是为了台北餐厅周的一个 算是一个起始点 今年我们第一次台北市政府 跟民间来合办台北餐厅周 会从9月23号到10月20号开始 维持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美食 绝对是台北市面向国际的 一个很重要的名片 我们除了有非常棒的夜市 事实上我们的餐饮 我们的美食已经是达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 已经是一个不管是在你味觉上的艺术 或视觉上的艺术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台北餐厅周 让大家更了解台北的整个的餐饮文化 那能够成为大家来到台北市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包括说说旅游之外 很重要能够来享受我们台北市非常特殊的一环 副市长林华表示 纽纽约市有相当盛名的餐厅周 他希望在公司协力下 也能把台北餐厅周打造成为台北市的重要品牌 那我们也希望在台北能够有所谓的台北的餐厅周 所以呢最近为这样子要谢谢高闯就找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因为台北市其实民间的热力很强 然后呢动力很棒 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flavor 我们这个风格美食指南 从虽然我们从2040开始就献上了所有的餐厅周 但从去年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觉得怎样来作为公司协力工资 然后台北的餐厅周也能够办得永生有色 所以这就是一个让大家很高兴的一个起点 就是呢我们民间开始在做 但把政府的力量也加入进来 然后让我们民间的力量就可以更加的浓博 也让这个餐厅周未来呢 越来越来越成为台语市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想我们要共同来努力这件事情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台北餐厅周集结台北市百间高品质餐厅 包括连锁餐厅各式异国料理饭店体系 米其林推荐餐厅和景观餐厅都名列其中 民众在线上领取数位护照即可享有合作餐厅提供的 1200元优惠套餐 欢迎民众上台北餐厅周活动网站 用超优惠价格体验台北市餐饮文化 与美食风味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让单身的朋友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与台北狭海城隍庙 合伴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的单身联谊活动 让参加者感受满满的幸福氛围 活动当日更由救队速配成功 为了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大同区公所与台北狭海城隍庙合伴 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 单身联谊活动 精心安排丰富游城与体验活动 搭乘爱之船欣赏河岸风光 在浪漫的氛围中放松身心 增进彼此互动 并且走访贵德街古迹老屋 与迪化街爱情产业恋店家 以及去台北狭海城隍庙拜月老 千鸿县赐粮园 最后到T-Fashion时尚基地 进行联谊传话筒 以及体验手作植物扩香时 让参加者感受满满幸福氛围 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爱之船的部分 我可以搭着这个活动提供的游品 然后享受这个海上的风光 那我也可以认识很多 那如果大同虚光所未来有在举办类似的活动 你会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来参加吗 另外我在工作上 其实我能够认识更多的机会是很少的 所以我很推荐假裏 可以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这中间的话就是前面有同事的示板 然后到自己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先在图子上面拍自己想要的相机 然后到搅拌那个石膏完 好 谢谢 拍板到最后的那个成品 就发现是比自己想要做 做起来的成品还漂亮 玫瑰的花语是 一键桌起 单身联姻活动 总共有40位未婚男女报名参加 参加者可获得植物扩香食 大道成码头 货柜市集 爱情甜蜜蜜 电子票券等丰富好礼 让参加的朋友们能够感受满满幸福氛围 也借此宣传迪化街爱情产业 增加商圈的曝光度 那我们今年我们大船驱公所 为了因應 婚以及婚姻不婚的这些趋势 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澳城 编板名单身领域的活送 那今年度 我们一样是结合我们的船公司 大船的行程 让我们参加的朋友们 可以从不同的景观 不同的方向来看我们大澳城的 这些河岸风光 那也带领大家走到我们的大澳城的街区 那透过我们走读的导覽老师的讲解 让我们参加的朋友们 可以认识到我们大澳城白楼的历史 那最后我们也到了我们的下来十五秒 那希望透过月老的加持祝福 让我们这些参加写动的男女 可以结成年龄 那我们也最后会代理我们的朋友们 到我们的Titation 就是我们永乐广场四楼的场地 然后与我们在地的店家 来结合 所做我们的扩箱石 那希望透过我们活动的方式 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拉进去 那最后我们真的也很希望就是有缘的这些参加的朋友 可以持续的透过我们 不管是之后我们的一些活动 希望能够让彼此能够持续的联络 然后让我们的姻缘可以持续的下去 在台北辖海月老加持下 活动当天总共有九对素配成功 一年内结婚者还可以再获得区长祝贺红包 祝福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们快快脱单 立马找到幸福 大同区单身体棒棒 棒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林业保育署与慈心基金会 走入花林县着西乡着青春六年多来 与布农族人 攜手重拾三十多种古老豆类古物 在家庭菜园中来栽种 透过举办比桑拉返布农李山的特展 介绍抱穿部落的职会 走进比桑拉返布农李山特展 承载着美味布农族人种植的故事 菜园里的农作物生物环境素材一意呈现 记录着仙人传承下来的能量 透明冠里保存着代代留存或交换而来的种子 带出李山生活的样貌 林业与自然保育署 攜手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和布农族人合作举办特展 呈现部落传统家庭菜园中 长辈长时间与自然环境互动 所累积的丰富传统职会 所以在这个发起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其实在南安这个地方 它是有黑熊分布的一个区域范围 那在南安清水佐乐 三个部落的这些田区里面 我们发现了真的为数非常多 算南花莲为数最多的所谓一种 红皮酥的洞 鱼类叫做橘池式细迹 那我们很惊讶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橘池式细迹 不是很什么 保育类野生动物 可是它就是因为 我们人为的 那个农耕行为改变 跟我们的建设 让这些在传统的溪流 或者应该出现的地方 渐渐消失 而我们以前在这边都没有发现 后来经过这个盘点之后 我们在绿网的 跟我们整个农村的盘点之后 发现这里有为数很多的这样的 橘池式细迹 后来我们去仔细的看一下 原来是因为透过部落族人们 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 那个传统的农耕行为 而所生下的生态沟 还有他们这些的田区里面 居然保留了大量的这些鱼类 所以我们非常惊讶 原来他们做的事情 间接在做生物对象性的保育和维护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在承接那个署长的祖父 那时候祖父 我们就积极投入南安的这个合作 所以我们除了去做这些 橘池式细迹的调查之外 我们还跟慈兴基金会 跟布農族人们一起来合作 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布農痘痘班 那以那个永续发展的 展开这样的布農理商的计划 所以这一路走来 其实我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忙 不管是各单位机关 或者是NGO团体 或者是甚至很多关心这边的人的这些帮忙 但是我真的要最感谢的是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布農族的这些族人 因为为什么他们的传统智慧 他们在这边传统所做的这样相关的事情 是跟那个长期跟自然环境所互动所累积下来的 七地管理智慧 这七地管理智慧 才能够保留下这样的一个生物对样性 才能够让我们看到原来人跟自然和谐共处 能够这么的和谐 那我们原来以为说南安就只有水道需要辅导 后来随着进入越多 后来得到花园分数的支持 才看到说 其实布農的传统智慧 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原来以我们所懂的东西太少了 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智慧 如果这样形容 就像世界名画跟世界名区 他可能可以被因为头上的保存 或是大家传唱会一直留着 可是我们看到部落的这么好的文化 跟他们的农耕智慧 却可能在他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 可能就流失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 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的价值 因为这么珍贵的人类的瑰宝跟遗产 如果不能够被好好的去保存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所以慈心很有幸 得到华林分数的支持 来投入这样的工作 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 能够到这个台北 参加我们 比上拉班的成果场 活动 这个是我们武农祖先有给我们的智慧 到现在我们一直都要转整下去 有关的 把我们的小孩子也是给我们 学习种这个 种菜啊 那个豆类啊 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豆 种下去都不放那个化肥 也不放那个什么 也不打药 这个这个豆啊 自己很健康 种小孩子都这么做豆 我们在上上后 以前老人家 在上上就说 他们先改改 他们以前是先改改 然后 把那个茶澡给它烧 烧了以后 它就变成 那个地就有肥料了 那个吃了 那个骨气肥了嘛 他们说 播种小米 但播种小米以后 那周边他们种那个 南瓜啊 那些豆类啊 那个 豆类 那些会把树的豆类 那种叫什么 布拉布 布拉布 这两个位 街豆啊 那些他们有把树嘛 但是种在树豆 那个树豆 树豆下面 它会把上去 但是有没有带高 带高的话 摘不到 也可以放在那个 大树豆那边 让它把上去 然后 然后 中间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 山坡地嘛 我们是 建设都是山坡地 山坡地 做得很宽嘛 那中间 老人家很聪明 老人家他们的石头 把它齐起来 齐好以后 他们 挖柄 挖个平台 都挖平台 就说 他们也是很重视 谁都保持 为什么 我们的那个 那个小米那些啊 往下带好以后 会被种刷 对不对 他会被种刷 所以 他如果平台 平台那个地方呢 他们都 都啊 那个 种在 做一个像说 那个 那个 切菜 切菜那个 我们都做酸菜那个 对 那些当面拨那个菜 所以说 我们以前 都不买菜 都是董董上 林业保育署 与慈心基金会 陪伴花莲 佐西乡 佐青村布农族人 陆续盘店 记录30多种古老豆类 与古物品种 并成立布农豆豆斑 透过食农活动 与接待油城 保全火化布农在地 传统智慧 今天因为气候变迁 或者是 其他的这种 病虫害的这个因素 那造成这种粮食 饥荒的时候 那这种 部落菜园的维持 他其实就是 这个部落 能够度过这种 冲击的 这个就叫做 社区的韧性 那 他不但是 提高了这种 社区的韧性 而且 这些古老的品种 他帮我们保存了 生物多样性里面的 不管是物种 还是遗传的 这个多样性 这是非常珍贵的人类的资产 那 呃 其实也不只是 布农布落 今天吴雪岳老师也在做 我想阿美族的这个 菜园 每个人 传统家里 周边都会有这个菜园 那当然是以野菜为主 其实也是同样的 这种传统之味 不只是 刚刚大家也提到 也听到 不只是 这些作物的品系 的种植 还有包含 这样水土保持的 这种智慧 那还有 跟这种 生物多样性可以共生 共融 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展览为期两周到9月20号 欢迎民众参观 展览在台北结束后 也会回到花莲 卓西乡部落 搭配走毒游城 带领大家透过三条不同主题路线 走入地景现场 体验在地风情 记者问问 台北不到 AMC电影台 从今年元旦起 正式进驻中加宽屏 有线电视系统第69频道 为了让收视户更深入了解 AMC电影台的运作模式 以及近期将会推出哪些好片 我们特别专访了AMC电影台总监 一块来听听 好久不见的好莱坞巨星 梅尔吉伯逊 2000年的代表作《决战时刻》 讲述剧中儿子被大曲入侵的 英军所杀 因此不愿再当沉默的农夫 为了守护家园 加入美国独立战争 经典战争电影 这次再度搬上AMC电影台 让观众回味无穷 经典电影不止《决战时刻》 另一部关键下一秒 是九位在大荧幕现身的 巨星尼可拉斯凯吉 在剧中扮演能预知 并改变未来的男子 精湛演技 让观众透过这部神剧 过足了瘾 一部接一部的好莱坞经典好片 透过中佳宽屏第69频道 AMC电影台的播出 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 这也是当初AMC电影台 在上架有限电视后 对频道的期许与要求 比较多以前 大家可能在八九零年代 比较耳熟能响的一些动作 好莱坞的动作巨星的一些电影 或者是一些 其实已经消失在 一公目蛮久的一些经典作品 我们将它们重新找出来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 这样的一个排播的方式 能够去找回 大家可能每个周末 在家里面守着电视 等待的电影直播 或直播的那样的一个兴奋感 来自美国有线电视 全经典电影台AMC频道 早在2015年时就引进台湾 当年播放的美国影集 像是《殷师录》 与《绝命毒师》等 至今还是让观众津津乐道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 因数位串流时代的来临 AMC电影台持续在节目内容 进行规划与调整 除了有欧美的电影之外 其实我们也都不排视 像是台湾 或者是其他亚洲地区的 一些电影的作品 我们其实也在过去几年 都有特别为了整个 亚洲地区的一些节目内容 做一些调整跟规划 我已经81年了 和有几乎一亿民党 我已经在办公室 62年了 最长的供典 不只推出的影片剧情精彩 同时也是一般数位串流平台上 比较少能看到的 AMC电影台信心之处 还不止如此 依照收视率和观众反馈 每个月规划不同的主题内容 就是希望以最高规格 推出最精彩圈勇的影片 让观众欣赏 以前到现在 我们每个月都有推出自己的主题 比如说以9月份来说 9月份的主题叫《开战时刻》 那《开战时刻》 顾名思义就会有一些 是军事战争的电影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动作片 灾难片 包括像是 艾尔吉伯逊的《决战时刻》 像是威尔史密斯的《地球过后》 是比较科幻的一些 经典的一些动作电影 那其实我们每个月 所以通过每个月的社长 我们是希望能够传达 我们这个电影台的理念 跟一些想法 跟观众交流 过去以好莱坞动作片起家的 ANC电影台 虽然以往观众群 以男性居多 但随着今年加入 中加宽评有线电视 第69频道后 扩大收视族群 将推出更多 亲子类型影片和剧情片 满足各年龄层观众 对ANC频道的期待 我们在今年也加强了 女性观众可能 比较新爱的 亲子电影 动画电影 我们也即将在9月份 会拍播 来自日本的动漫电影 那之后也会有一些 美国 知名的美国影迹 陆陆续就会在 AMC电影台上会拍 各国精彩影片不露接 第69台ANC电影台 上架中加宽评有线电视系统台后 承诺持续深耕台湾市场 带来更多适合合家观赏的好片 让台湾观众享受更多高品质的节目内容 从记者综合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要推动永续环保理念 海科馆9月29号将举办海费麦纳斯 永续大步走的秋季见走活动 记者会上有请金曲奖最佳原著名歌手《武思爱》演出 海科馆秋季见走活动 请来了金曲歌后《武思爱》替记者会开场 邀请全国民众9月29号参加海费麦纳斯永续大步走 见走活动为地球环保永续尽一份心力 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山海美景 希望不要再有海费能够看到 然后更重要也能够再出来因为借由建走 然后能够有静灵减碳 这样的一个永续的概念能够培养出来 那么为了要让9月29这个大建走全民都可以参与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 我们把海科馆你看 诶 杨金 还有我们的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很好的礼物 都有拿出来要赠送给各位 建走活动从即日起开放报名 参加走完全程就能得到丰富礼品 海科馆再加码 连续三年参加建走 就可以获得海科馆一整年无限次入场券 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感谢内政部也跟我们一起响应 所以呢 其实前200位的都可以也可以收到内政部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他们的一个水准原点的公宅 所以一个另外更重要的是 如果集三年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办 从今年开始每年都会办 如果你集三年都可以拿到我们这个金牌奖的话 诶 可以变成海科馆的永久会员 是无次数 这个无限次数可以免费 可以进我们这个博物馆大园区 去看这个所有的展成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借着这个929 0929 这样一个轻松走 邀请大家一起来建走 主办单位海科馆希望透过这次建走活动 邀请大家对于海费议题的重视 守护地球和环境资源 共同为永续跨出脚步 记者 华少民基本报导 为了降低电信箱影响整体的景观 副议长杨秀玉与市议员员吕美玲 向电信公司争取彩绘电信箱 彩绘具有怀旧风格的投币式旧型公共电话 及帐上型游戏机相当吸睛 在中正区行政大楼前面空地上的电信箱 摇身一变成为投币式旧型公用电话 而在七堵区七堵国小前面空地的电信箱 也变身成为复古式的掌上型游戏机 相当吸睛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的年代 我们只能靠着一个电话筒 然后连结了家人的距离 亲情 爱情 友情 全部都靠这么一条 一个电话筒连结起来 而且尤其是长距离的恋爱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 每天都用四个十块钱 然后要多放好几个十块钱 才能够谈得完 那不管怎么样 父母亲也都是在等待我们 给她报平安的电话 所以呢 这个电话筒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棒 也非常的好 我是用这个画架 用她的灵魂把它画出来 所以今天我跟美玲穿越时空 来到了七八零年代的那个时空 来怀旧 那美玲我刚才问她说 当时老公追你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公用电话里面 是不是花了十块钱的铜板 花了不少 她说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 为了降低电信箱影响整体景观 基隆市议会副一长杨秀玉 特地协同市议员员员美玲 向电信公司 争取彩绘电信箱 请专业壁画达人分别在这两处地点 设计彩绘 美化环境 成效相当不错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要教导民众如何更健康更环保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办理113年健康促进嘉年华活动 推广健康与永续同行的目标 不管是利用打拳击的方式释放身心压力 或是重视心脏战动远离中风 以及提供吸行肝炎检查成人健检和鼓励戒烟 为了教导民众如何更健康更环保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办理113年健康促进嘉年华活动 利用寓教娱乐方式教导民众更健康之外 也鼓励民众重视环保 例如自备环保杯购物袋 减少塑胶使用等等 推广健康与永续同行的目标 不用一次性的程序 我们都只能用自备餐 那至于我想你们去买饮料杯 饮料会不会自备饮料杯 我会 然后 对 那不是那边五块钱 其实真的 你想想每天产生的那些紙杯 我们有六个场观活动 那我们希望在这些嘉年华的游戏里面 让大家去了解健康跟永续的关系 那我们也希望期待一起努力 那我们来做到我们的一个健康场景 永续生活的一个生活環境 基隆医院指出 微小的改变就像是蝴蝶效应不容小觑 健康和环保其实是息息相关 减少碳排放和塑胶量 避免形成塑胶微粒等污染 才能共创健康美好 永续发展的环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秋节前夕 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特地举办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公司 及达摩爱心会 抛砖爱心社等善心团体和个人 制赠了280位韩式渔夫帽及应景的月饼等生活物资 鼓励韩式们振作回归社会 一开始 好厉害 五位韩式代表们 自愿参加柚子保龄球比赛 用柚子当保龄球 撞倒贴友失业疾病贫穷等贴纸的宝特瓶 象征打倒各种困难 重新自立重新生活回归社会 中秋节快到了 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特地举办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公司 以及达摩爱心会 抛砖爱心社等善心团体和个人 制证280位韩式渔夫帽 以及应节的月饼和柚子洗髮金 口罩等生活物资 鼓励韩式们振作 找到适合的工作 我们这次以月鲜希望 幼女平安为主题 那有准备许多的硬洁的礼品 包含月饼啊柚子啊一些清洁用品 以及这一次也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渔夫帽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渔夫帽 来保佑这些韩式朋友 可以在中秋前夕能够感觉到 团圆的气息 并且可以让他们遮风避雨 带在身上让他们走在街头 也可以遮太阳 下雨天也可以遮雨 那最主要这一次也非常感谢 许许多多的善心团体 包含达摩爱心会 基隆市抛装爱心社 以及中华电信基隆营运处 等等的一些善事朋友 捐赠这么多的这个物资 来照顾这些基隆在地的韩式朋友 包括议检协会人员也一起响应 人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举办的这项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为有需要的韩式们修剪头发 以及眉毛 精神气爽过中秋 也面对未来的自我挑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立法委员吴宗宪 黄建豪特地到基隆力挺市长 谢国良进行助讲 立法委员吴宗宪 和特地从台中北上的立委黄建豪 跟基隆市议员韩式玉 共同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并陪同谢国良 到信义区东明路一带扫接拜票 呼吁市民相亲 10月13号踊跃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票 请善良反恶败 市长加油 我们一定要出门来投票 来投效这个反对罢免票 那大家好奇说 这个台中市的立法委 跑来基隆市做什么 那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 我想台湾是一个很可爱很小的一个社会 人口流动非常的密集 那我们有很多台中的乡亲 都来自于基隆 最大咖的当然就是我们台中市长 卢秀燕 大家都知道 卢秀燕市长 你看路边有很多市民 也在支持我们市长 那包含说今天从台中上来 就是说 就像我们的台中 有很多的乡亲 也来自于基隆 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台中的乡亲 有基隆的亲友 也能够注意到说 基隆正在进行一场 挺善良反恶霸的一个活动 10月13号 刚好这个 我常讲 10月是光辉10月 是国庆的这一月 我们庆祝国庆最好的方式 我想就是把善良的 好的 愿意做事的政治人物 留下来 让他能够继续 让国梁市长 能够继续为基隆付出 让国梁市长能够继续守护 我们基隆市民的市场 从判决里面 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所以当初引起这一场 真的是一个闹剧 更何况 在民主国家 本来选举选完了 大家就要好好的团结来拼市政 但是呢 很显然的 败选的一群人 他就希望透过罢免的方式 然后来想要重新再来 玩一次选举的游戏 然后再想要来执政 其实这个都不对 在民主国家 其实罢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非常少见 他只有在针对今天这个 慎选者 他在公务上面 或在生活上面 有非常严重的状况 甚至像英国 他会要求有罪的判决 这样子他才会进行罢免 但是呢 在这里 你今天从判决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市长是为了市民 在捍卫市民的资产 结果呢 却搞出了一个罢免 要罢免市长 其实我觉得这是极其荒谬 但也让台湾 能一次一次的陷入混乱中 那本来我们台湾 可以在选举的 非选举年都能够平静的 好好拼 国家的政策 市政 结果呢 现在搞下去 变成是每一年都在混乱中 很希望说的话就是 我们市长的话是真的有努力的在建设 而且呢 我们市长跟立委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这一年来说的话 是我们基隆市财政最好的一年 而且呢 等等的话我们经过的地方的话 也有看到我们市长 我们认真的在为地方和邻里之间呢 在做很多的建设 其实我们真的这一年多 到基隆各个角落 都有努力在做事 那我今天也到东明路来 东明路来 东明路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一路走 顺便可以看一下 东明路要做电线杆地下化 我们跟台电也继续有谈的 东明路在电线杆地下化 一直是这几里 民众的一个心愿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隆每个角落 我们虽然在跟大家肯多 但其实同时间 我们也在做继续 做更多的市政观察 继续努力 让基隆市政更好 立委吴宗宪 黄建豪都强调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守护市场 却要面临被罢免 认为这场罢免毫无正当性 因此大力呼吁基隆市民好朋友 10月13号出门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再犯 巨检及巨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忍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银氧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银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再犯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打牛干一面 嘿 不要跑 小不点 小不点 我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始终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你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排阶堂哦 拜拜 拜拜